晚上煮食 先找一件東西煮一下 炒米粉 用什麼炒呢? 我昨天吃完這隻肉餅之後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可以用來炒一下 用它來炒 米粉 先選擇材料 炒一下番茄 番茄炒米粉 有沒有軟 然後用玉油 玉油軟 好了,就這樣吧 番茄,這三樣東西 第一樣是先放一些米粉 然後用水 然後再炒 純粹想到,這些肉是不行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是要怎麼炒呢? 那你一定要切碎 還有這些 豬肉餅 挺有趣的 先用水 一磅米粉 一磅米粉 這樣就吃光了 然後再炒 我會試一下不同的材料去炒 看看會炒什麼 上次就混了 炒了蟹肉 也試了炒蟹肉 蟹肉那個 我覺得我控制得很好 其實是可以 最後才放蟹肉 蟹肉 因為它這樣吃 其實還有那個鮮味 炒蟹肉 反而我覺得好像差一點 這麼大的米粉 我想要兩塊肉餅 要適量的番茄 把蟹肉都放在一起 先把蟹肉放進去 先把蟹肉放進去 先把它放進去 先把蟹肉放進去 好 至於這一邊 說時遲那時帶 就說時遲那時帶 我先把蟹肉放進去 至於這一邊 我便釘兩塊 我便釘兩塊 這些豬肉餅 先把蟹肉放進去 然後先把蟹肉放進去 然後先切碎 然後準備用來炒 即是用來做一個原材料 切碎它拿來炒 這樣就把蟹肉放進去 先把蟹肉放進去 兩分鐘左右 這邊兩分鐘 這邊呢 就 番茄就不放進去炒 這個沒什麼難度 然後 味方面 先把蟹肉放進去 我有一支叉燒醬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來做醬來炒 試一試 因為不炒 其實放在這裏 不知道可以用來做什麼 叉燒醬炒 看看感覺又如何 這個米粉 先把蟹肉放進去 這隻米粉 我不知道要錄多久 因為我自己都大吃 如果炒得香 味道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 味粉 就有一包 之前就 吃麵 流落 不過都可能會放少少少雞粉 先把蟹肉放熟 先把蟹肉放熟 用來煮一下 把蟹肉放好 要煮 然後切肉 真正 有幾個方案,可以硬碎它 然後放下去炒 不用切就可以硬 其實現在已經做好了,這兩塊東西可以這樣吃 但我這次想用來炒 我硬碎它 硬碎它 這個挺有趣的,挺好吃 有時候會試到一些,挺像我們香港人吃的東西 這樣就會翻炒 淡水會更好 先砍水會再 這個樣子很像我們那些魚肉餅 我香港就認識很多魚肉的 這個樣子很像我媽媽,很喜歡買來吃 買來做 可以餵吃嗎?可以這樣吃 就這樣吃 這很像一號菜 嘿嘿嘿,好像是月球那些 嗯,好吃 挺有趣的,香港人想到的菜 其實鬼魯都想到 只是變了一個名字 嗯,好吃 這個可以,因為還要炒 這邊可以 好吃 貴吃 吃多久 我那天在這裡買完 打算試一下 不方便好吃 嗯,好吃 好貴 拼乾一點 因為都很大 份量 可能會比較難炒一點 好貴 別人呢 如果是茶樓那些茶米粉 那些人說要吹乾它 用泡布蓋住 很多工序 做一個很好味 或者是很美 但是我那些就不隨便 好貴 好了 這樣就 炒一下 先加幾瓶油 油是合理的份量 但很難說 這就是煮食的一種觸覺 稍後會放一些老抽和美粉 是齊美的 OK 輕輕的 先炒些什麼 可能炒菜 其實應該先炒米粉 或者一起炒 我覺得很複雜 人們先炒米粉 撈上來再炒菜 然後再加兩樣東西 你才保證炒得均勻和香 先把蛋放進去 蛋就不放進去 就這樣炒 把它放進去 先把蛋放進去 然後 我覺得炒粉 炒飯 炒水 要把蛋倒進去 炒好 就開始 炒好 煎太后 就入不著煎煎 如果煎便會落 煎煎那些玉米的大蒜 現在煎煎生 煎的大蒜 煎麵 煎熟 煎煎 炒香,炒香至少微焦 炒香至少微焦 電筆也很耐用 水底很耐用 炒香至少微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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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鱼肉 鱗鱗鱗鱼肉 番茄 番茄比较大,切碎 沒所謂 難倒我的 因為這些 電鍋都可以炒 然後再加味 再加一隻 燒烤的 先放進去 因為都放進去 不知道做什麼 這是叉燒醬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做叉燒 但是又放了一支醬 再炒 清一下醬 然後再加點味 老抽 一個圈 老抽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看到 究竟 可以的 包尾粉 我炒得均勻 好 好 開心 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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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是正宗炒法 不過是懶人炒法 快 好 好 先把材料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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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哪些材料切碎 指示器 先把材料切碎 炒的時候,我覺得很容易 因為材料切碎太多 先把材料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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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把材料切碎 就把材料切碎 先把材料切碎 然後把材料切碎 外面的炒食材都花工夫 我們覺得很快 每個廚房工具都很辛苦 先炒水 先炒水 把番茄剪一剪 沒有辣 會更好 切粒 更好 很棒 炸幾粒蒜蓉 更香 更好味 蔥和蒜 都會炸到味道 很棒 最後加少許雞意粉 很香 鹽味的味道 好像不太夠香 因為它沒有一些很香的材料 炒的時候,我覺得有些香味是好 但香料原來也很重 香味俱全 但我沒有,這次是沒有香味 再亂風機了,因為都夠稠 很多有待改進的位置,差不多炒完了 炒到沒有東西都覺得滿意 炒到沒有東西都很容易 炒東西我覺得很用秘力 你不要說我 部柱不容易 我覺得都很頑固 結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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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完,這次是 我覺得還是濕濕的 也不夠乾燥 始終它不是很厲害的火候 是慢慢煮 但是它有叉燒醬的好吃 味道挺有趣的 我舔了一點點 挺有趣的 它是甜甜的 我上菜了 炒肉餅 蕃茄炒粉 我覺得可以再多一點點 好像現在感覺下去 看下去 那些材料好像還差 那種感覺 不夠多 先試一試 它最主要是叉燒醬 變了主角 嗯 很特別 因為叉燒醬 原來真的可以用來炒 甜甜的 你覺得好像有叉燒炒麵的感覺 嗯 挺有趣的 這一點 肉呢 可以逼到你 逼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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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樣 在吃叉燒 有點驚喜 有趣的 有趣的 那我吃完了 再見 拜拜